篮球真是团队运动吗 当NBA顶级野兽降临欧洲赛场 对此产生了严重怀疑 这还要啥战术 打球给我 你们拉开 听说你们这里没有防守三名 打球很硬 那是因为你们没遇到名字很藏的我 自母哥回归希腊国家队 在备战欧洲杯的热身赛中 他率队以86比70大胜意大利 纵观全场比赛 更像是自母哥的个人秀 两三个人根本防不住 一记空接死亡隔扣 直接将对手扣翻在地 自母哥在只打了20分钟的情况下 13投11中 高效得到国家队生涯新高的31分 外加10个篮板三次主攻 今天带大家看一下 自母哥是如何平一几之力 拉开分叉 持续降维打击他 自母哥本场由扣篮得到运动战首分 他站住位置 在三人围堵中抢下进攻篮板 此时底线本有突破空间 自母哥先是背身 假动作上线移动 随后转身虚 当防守球员摸不着头脑时 直接反扣得手 意大利已经对自母哥 自母哥做出了针对性防守 防守中锋 此处三秒区 当他接球时 就有包夹 禁区至少有三个人 在某些回合 甚至五个人都缩在禁区 也就是说 自母哥想在拥挤的内线得分很难 但他毕竟是NB 双较MVP 这个回合 自母哥挡拆后瞬间 两射手往底角移动 看得出来 队友在尽力为他创造空间 虽然没什么用 自母哥在内线接球后面对三人围堵 他往后运一步制造出手空间 随后长臂一张 表篮打进 自母哥胡顶持球突破 同时七号封线往底角移动 吸引防守 43号后卫溜走线 但43号的防守人 宁可放掉他 也要再进去夹击自母哥 虽然成功切得下球 但自母哥可有着一双 非人类的长臂 空中握住球后强起打进 自母哥胡顶夹挡拆后 在胡顶持球 突破中面对即将形成的三人合围 进行狭小空间的大转身 给自己创造了一个1比1机会 之后强起打进 注意这里有个护球手高抬的防护动作 自母哥的冲击力 本在NBA就无人能挡 在欧洲赛场那更是看瓜切磅 不是被计犯或者犯规拉下 就是探囊取物般的得分 这个回合 自母哥后场快速推进 面对两人关门 直接用身体引开防守 一路横冲直撞到篮下打分 第三节趁着自母哥休息 西班牙追到六分分差 进入末节 但第四节自母哥回到场上连得八分 包括一记三分 随后篮下要位 在合围前上篮打进 接着队友抢断 自母哥跟进 上演了本场高潮 一记空间死亡隔扣 真是隔着屏幕 都能感受到他的王八之气 自母哥简直是国际赛场的大杀气 他有着出色的视野 如果一味的包夹 就会看到这样的话 自母哥胡顶持球 一个运球 给对手下出41防守 真是活久见 之后不看人助攻篮下空窃队友上篮得手 自母哥胡顶运球 吸引防守射手的球员过来协防 随后助攻队友命中三分 自母哥假挡拆顺下 接球后面队三人合围 篮下队友被放空 助攻后者轻松完成空中接力 这场比赛 真的被自母哥秀马 真当这里是表演赛 根本不需要战术 希腊怎么出了这么一个罐 你期待他在欧洲杯的亮眼发挥呢 啥也不说了 先刷拨666